再多一个C好了 输入也是一样 这上面是print line 告诉大家说 输入一个整数 整数到C 整数C 然后建立也是一个C 读进来 那就读进来 那我要怎么判断说 谁比较大谁比较小 这里的话 比大小的方式有几个 比如说我今天可以 B也是一样宣告一个 最大谁比较大 所以我这边的话我的说法是 我宣告一个最大的 然后我就先把A给他 我直接 因为我在不知道的状况 我就把A当成最大的 接下来的话我就判断 if 如果说 B跟AB B如果说 它大于 这个变数 那也就是说 B比A大了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我们其实 后面可以把结果 因为我是一行式的 跟VB一样 可以不用换行 你可以写在后面 空一个之后 然后就把B B的值 比较大 所以就把B给最大的变数 再来的话 一样 把这个空间改得更坏 再来一样的方式 如果说 这个值 比C C如果说 比最大的 值还大的话 C一定是最大 这样就好了 三行 直接就可以 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结果呢 输出的话 这边就改一下 最大 这边把它改成最大 最大的 这个 变数名称 就把它改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把 A B C 三个做比较 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 比如说 你用 if else else 也可以 只是说 最简单 我想出来 最简单 是这样子 三行就解决了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读进来的话 也是一样 第一个整数 假如这是9 Enter 第二个整数 假如是8 第三个整数 假如说是6 那我读进来之后 9 这个有没有比较大 没有 这个有没有比较大 没有 最大值就是多少 就是 9 没错 执行程式的话 这样就没有问题 好 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试试看 这个是最基本的 把画面还给各位